回来了,说一下瑞讯的问题 瑞讯现在跟瑞银正在谈合拼 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合拼 瑞银正在收购瑞讯 可能就是全部业务或者部分业务 现在瑞银和瑞讯两家银行的董事会 都是正在开会的 现在正在想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瑞士的央行,瑞士国家银行 是鼓励他们合拼的 瑞讯其实规模很大 到现在来说都是全世界第五大的财团 瑞士的第二大的银行 他们管理的资产有多少呢? 就是11953亿瑞朗 这条数很大 2月的时候 瑞讯就说了他们会蝕钱 蝕73亿瑞朗 其实问题就不是很大的 你看看他的财产管理规模这么大 还有他里面还有些旧钱 虽然你说他是连续第二年的亏损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伤到他的本呢? 那想法呢 就不是那么容易会崩溃的 我之前也说过 另外 黑石 黑石 也有消息传出来 就说 他有可能会收购这个瑞讯 那为什么黑石会突然之间进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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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楚 但是 这个黑石 他有人出来说 就说 没有任何收购瑞讯全部 或者部分股份的计划 也没有兴趣这样做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说的了 这个是 那 那 我的看法就是 一定会有一些消息传出来 就说 这个瑞讯要被人收购的了 但是 到最后会不会收购 或者 就算不收购瑞讯 可以继续生存呢? 那 我的看法就是 瑞银不收购瑞讯 瑞讯其实他自己都可以搞定自己的 那 就是 你要不要瑞士 他国家 这个 央行帮助 最初瑞讯就说了不用的 但是 之后 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说过 之后他就问国家拿了 500亿瑞朗 那 这个 就会有很多问题 那些人就开始问了 你究竟 说的是真还是假呢? 就是最初你一直坚持自己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跟着之后 就是又问 就是 瑞士的央行拿钱 那你究竟算怎样呢? 那 那 这个是不知道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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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瑞讯 他们的情况 有些人就说 这个我也要说 有些人说 就是 就是 现在 有很多 银行 这个是 外媒报道 因为其实也确认不到 那些信息 那些谣言满天飞 就是说 法国经验银行 得意志银行 他们 他们 都会 对 涉及 瑞讯 的 证券 进行 交易限制 那 那 为什么 其他银行 会走到这一步呢? 是不是想逼死瑞讯呢? 不知道啊 就是 理论上 瑞讯是不是真的这么大件事呢? 瑞讯是很麻烦 但是不是大件事 明天倒闭那种情况 不过 瑞讯现在就是问题不断 其实我认为 有些大银行就很想 其中一间大银行就收皮 他们收皮了 大家分了它 我估计就是这么说 不过 现在你看到瑞讯的股价 有低错 昨天我们说了 又低了 事实就是 告诉大家 投资者 都不看好 他能够自己 站起来 其中一间 那 你说 是不是真的这么严重? 我其实到现在都不认为真的这么严重 你说 不是啊 你看看之前 雷曼就试过雷曼爆煲了 其实雷曼那件事很有趣 如果你看回头就知道 其实雷曼 又是 有些人 救一救他 他就没事了 但是 其他投行 好像是想 压死了雷曼 一样 本来有些东西 是对得到的 因为到最后 雷曼 他的钱大部分是对的 数 大家的数是对得到的 其实有人说 因为雷曼会蝕很多 其实 美国人没有因为雷曼蝕很多钱 是香港人因为雷曼 所以蝕很多钱 所以蝕很多钱 这个是 这个真的是 他们的 情况是这样的 我说当时的情况是 因为他们压死了一家之后 他们有些交易 他们之后都会对数 就是他们清盘的时候 他们会对数 那些数据得回 很多都 其实他们 是不是有必要要死 好像 不是一定要死 其实 那 这个 这个 河虎就是雷曼 好像美国政府都想他死 那样 有些是很奇怪的 就是很奇怪的 就是 当然雷曼破产就是 这个 金融危机出现 但是他 搞那些数据之后 我听到一些人说 其实 那些数据是对得回的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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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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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实 如果说实际 乖 就是 那些人 老实说 就是 香港人 老实说 就是 當然他的債務規模雷曼是很大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完全是還不到給別人 其實又不是 當時其實很奇怪 所以事情很有趣 我只能說有些事情 你說現在美國是不是想製造一個大危機 不過想一個危機就在瑞士那裡 美國要搞的不是那麼容易搞得到 因為瑞士其實是很多錢的 有些人說瑞士一直都沒什麼錢很窮的 他是想了銀行保密法賺很多錢 瑞士其實一直都不是十分窮的地方 我也要說瑞士這個國家不是十分窮的一個窮國 但是他看到一個位置就有機會賺錢的 因為歐洲周邊的國家打來打去 如果歐洲周邊的國家打來打去 那些人就要把錢存在一個地方的需要 他們就做了一條例 就說你的存戶只有號碼 我們會對你身份保密的 結果很多人就把錢存在到瑞士 人會死的 你要明白這件事情就是人會死的 人死了如果只有數字就沒有人去領 不知道有瑞士銀行戶口的人都未必知道 就是突然之間死了 會不會告訴別人在瑞士銀行有一個戶口 不一定知道的 那些錢是變成誰的 你想想 你開一間銀行 如果你開了百多年老店 其實就會有很多人的遺產 結果你是保密的 現實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這樣 他一直都是做洗衣機 有洗衣機大國 其實他們連二戰的時候 他們也是收到那些納粹軍官很多錢的 在瑞士是 二戰的時候 又收一些猶太人錢 又收納粹軍官錢 他們是賺硬的 哈哈哈哈 這些錢是怎麼來他們不管的 因為只有號碼而已 哈哈哈哈 為什麼可以這樣 舉個例子 在中國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中國在太平天國的時候 他們太平天國的將領 他們 打仗當然是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就存在 在上海的銀行那裡 哈哈 不要說中國沒有發生類似的 是有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不要以為沒有 世界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一亂那個地方 一打仗 一定有些人發達的 其實就 有些人認為他現在自己沒有機會發達 他打仗又有機會發達 我就說你也是傻的 你現在這樣的環境 你也沒有機會發達 你打仗的時候 你只會餓死的 哈哈哈哈 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現在沒有機會 社會比較亂有機會 有些人會這樣說 現在太平成勢 你也沒有機會 亂一點 你有機會 你跟我說這些 你就傻了 哈哈哈哈 傻到不得了 好了 强盛就說 今次中信榮山炒澳魚 虧了很多錢給爺爺接管 但是到賣數的時候 反而賺大錢 是的 其實有些有毒資產 其實是 什麼叫做有毒資產 你當時要立刻賣的時候 你就會虧的 但是如果你 能夠有一個holding power 繼續捏著它 哈哈 捏著它不放 你不用等著 要賣了那些東西 等錢花的 那你 長渣就應該沒事的 有些東西是這樣的 其實是 意義實就是這樣的 那 好了 繼續說 就是說 現在你說這個瑞朗 它會怎樣呢 其實金融時報 它就 有猜測過 它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 我也要說它是猜測的 它是猜測的 不過 聽聽它怎麼猜 好不好 因為我們猜 你又不相信 那你說要聽聽其他專家猜 那就猜一下 就是 大家都是猜的 其實 喂 金融時報也是猜 我也是猜 其他人也是猜 我們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你開麥克風 有些人說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的 這個世界 說得明白給你聽 我是不知道的 我是老實的 有些人 明明不知道 都說得知道 騙狗你 對不對 你喜歡被人騙狗你的事 那 好了 現在金融時報他就這樣說 他就說 可能瑞朗 對不起 不是瑞朗 這是瑞信 對不起 瑞信 他就會再搞一次 那個 戰略計劃 做一個新的 戰略轉型方案出來 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間銀行 就在一年半出了三份 戰略轉型方案 那麼 這個問題會怎樣呢 就是 因為瑞信 為什麼人們覺得沒有了信用呢 因為經常都說 沒事沒事沒事的 結果又要問瑞士央行那邊拿錢 就是瑞士國家銀行那邊拿錢 那一定有人質疑 這個是 那 這個Connor 這個Oltreach Connor 這個CEO 他當然會有更多人質疑他 因為 一年半裏面有三次的戰略轉型方案 現在兩次已經很嚴重了 其實 你還說要搞第三次 那就很嚴重了 那 有些分析師這樣說的 就說 瑞信 他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可以賣了 他自己在瑞士的銀行業務 賣了在瑞士的銀行業務 給瑞銀 瑞信賣給瑞銀 那大概 大概 估計 就可以 收回150億的瑞朗 那麼 這條數呢 已經是 上市公司市的兩倍了 現在是 這是一個可能性 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好了 另外 就是 摩根大通分析師說的 就是 瑞銀和瑞信合併 那 瑞銀呢 就會 就是 靠瑞信的本土業務 推進去二級市場 那裡 那 投行部門 就是 這個瑞信的 就會 收皮了 其實可以 那麼 財富管理業務 就可以保留 這就是 摩根大通 那個分析師說的 TN 阿布森 那 好了 有沒有其他方法 瑞士央行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把瑞信 它 破產 大家對數 就是 這樣就可以拆解了這個風險 那 拆解了瑞士的風險 它會不會製造了更多其他的風險 其實一定會 那麼 那麼 瑞信是 有可能 搞出一個很 嚴重的系統性風險 是有可能 但是 我認為瑞士人 他們會很聰明的 他們不會 讓自己當作 沒有信用的 瑞士人 做事的方法 最有可能的結果 就是 瑞銀 買了瑞信 那麼 當然瑞銀之後 可能也很危險 但是他們會想辦法拆解它 為什麼我這樣說 你看看瑞士他們一向做生意的方法 譬如他們面對石英危機 就是他們的中標業面對石英危機 他們的做法就是 他們把那些細標廠拼在一起 全部一起做 小船 就死定了 但是拼了一艘大船 他們就沒事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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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夠處理到這個問題 我到現在都認為瑞士是處理到這個問題的 不過當然有些人就說 不是 可能會很嚴重 你可以 你可以倒它很嚴重的 這個不是問題 你可以沽 你還可以覺得它可以是下一個雷曼的時刻 你可以想它是這樣的 你可以想的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你說 美國是不是 今年2023年有很多東西在出事 其實是的 就是 有些MBS就違約了 就是黑石 有些MBS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Black Rock的黑石 是Black Stone的黑石 另外這個黑石 那麼 那麼 這個 這個 就是 違約是否搞到 會死很多人 那麼 我認為 暫時不會死很多人的 其實就是 就是我的 操淺的看法 那麼 加密幣有好銀行 在美國被清算 跟這件事有沒有關係 有些人就說 喂 瑞信也有很多加密的東西 那些人的身份 他們不知道 其實美國人是專程搞瑞信的 也有這個可能性 不能夠完全排除這個可能性 但是 瑞士 很合理的一步 就是 瑞銀就收了瑞信 那麼整件事就完了 暫時 暫時 因為之後 美國人會不會繼續搞瑞士 美國人不夠錢用的時候 他當然會伸手向 有錢的國家 你打劫窮國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對於美國來說 你要明白一件事 其實你打劫最好當然不是打劫窮人 你當然是打劫有錢人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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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談談就是瑞銀和瑞信合併 嚴格來說就是瑞銀收購瑞信 這是我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 但是問題就是 瑞銀也有可能打退堂股的 為什麼呢? 就是瑞信盤數 這個可能高不高呢? 有可能,但是我認為是不高的 瑞信盤數根本太難救不了 如果盤數太難救不了 他就會清盤 那他清盤會不會造成市場很大恐慌? 一定會 跟雷曼爆是差不多的 但是爆完之後他們對數,那些東西又沒事 可以是這樣,真的很奇怪 所以就好了,嚴重了 那好了 香港銀民就說美國不會停加息 不加息通脹會令美國社會動亂 美國社會有很多不穩定因素 而通脹是最大最急需應付 其實他們的問題就是 通脹影響窮人 窮人 他們要拔枪去亂封 都不難的 所以美國 他們為什麼會有寧願扣 他們不理會呢?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平衡機制 你寧願扣就寧願扣 寧願扣對社會的真正影響 其實就不是很大的 其實就 起碼不會讓社會崩潰 全部人寧願扣 不是社會崩潰 它又不會讓你全部人寧願扣 它是有些時間讓你寧願扣 其他時間寧願扣 它照樣拘捕你的 所以你說 這次會不會 美國也很嚴重 暫時看來是不會的 我的看法就是 就算連瑞士 我都認為他們是有辦法拆得點 因為 這是牽涉到瑞士整個國家的信用問題 瑞士整個國家都沒有什麼信用 給人的感覺是 明明幾天都是說自己沒事的 搞得好 結果就問央行多拿500億 拿了500億之後 人們都不相信他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Happy Wonder說 銀行合併大食小關幣銀行 是不是為了對付加密幣 其實 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會支持加密幣 你看看國內都會禁止加密幣 沒有一個政府會主動支持這件事 你主動支持你自己的本幣也會死亡 好像之前El Salvador那樣 即是他是愚蠢的 你一個國家出來說我們支持加密幣 那你就有很多問題 之後 美國又會說你這樣好像有問題 那樣好像有問題 這些不准你用美金 這些美金交易 我很懷疑你的國家有問題 搞得最後你自己的國家也會收皮 其實是 河虎就說瑞士應該保住 但是市場就想煲死他 其實現在我看到的情況就是 有些人很想市場大塌一鍋勁 其實大塌一鍋勁 其實對某些有錢的人是很有利的 因為他可以撿平貨 那他撿平貨 那之後會怎樣我也不知道 就是說 之後會不會升回水 可能這次很久 如果是 這次要輸 要死就死很久 這次是 其實現在地球很大問題 地球先生又病了 還有其他我們剛才說的農業問題 條理農務的問題 現在還有銀行問題 所以是很嚴重的 講到這裡就算了 今天 我也不想做這麼久的節目 講完這個話題之後 我做完主題就休息了 到時候就休息了 到時候就休息了 現在休息一會兒 然後回來講主題 休息一會兒 多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